那下一個來吃個 紅玉紅叉巧克力 這一款是新的 然後它是台灣限定巧克力 它出了三款巧克力 然後全部都是用台灣在地的一些農產品去做的 下一款 72%黑巧克力 但是72%其實還算低 對 但是比剛剛那個好多了 它只有黑巧克力 所以它不算是跟台灣的農產品合作的那種 它寫原產地台灣 我大學中學很想要回鄉下種田 做這種小農合作的啊 因為它不想在做設計 圖案不一樣咧 吃飽 吃飽 啊~~ 換我了 啊哈哈 可惡 整個風水輪溜轉了 我還是覺得有點純色 可能我巧克力的蕾拉很不準 我們覺得巧克力都差不多了 可是我通常巧克力都會冰冰香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偏軟 這個口感會就是比其他牌的好像軟了一點 我覺得可能是它有特地去調溫過 有很 所以要它的那個 口感吃起來跟吃飯的巧克力 也不太一樣 因為可能我是在座比較常吃的 應該是 因為我之前會去買那個 米紙 米紙的米紙巧克力 然後也就是那種75% 85%那種 不過它們就是做得比較厚 所以其實 對啊 口感一直不一樣 但我覺得香氣滿香的 這是什麼好吃的巧克力 我覺得 剛剛口味覺得好甜啊 我剛剛再配了一個那個 蜂蜜白柚 變超甜的 真的喔 變超級甜的 對對對 剛剛那個氣泡 這個派得到 對對對 那這個1到5分 3 2 1 2 4分 4分這關是黑巧克力的關係 對 加加一顆 喝你的口味 對 我只是純粹覺得這好像 跟其他牌的差異沒有很大 所以我會覺得 好像沒有一定要再無意兩品牌 你會覺得紅茶口味比較有特色 對 現在這樣比較的時候 我會覺得紅茶好像在清爽一點 因為巧克力它後面會有一個很膩的感覺 然後紅茶 因為它後面是 紅茶葉的那個粉 所以就會覺得 比較清爽 好像可以吃多一點 可是像黑巧克力 我可能吃一顆我就不喜歡再吃了 它的價格 它巧克力一盒都是79塊 那好貴喔 那真的比較貴 如果是比名字的話 對 對 名字真的很貴耶 它看起來其實 包裝真的超級像筆記本 或是什麼文具的東西 比較適合送人 很低調的巧克力 我們這次再多吃一個甜點 然後再配最後一個飲品好了 來吃這個 這個是 牛奶風味片 我猜應該是牛乳片 這個其實是青蛙想吃的 沒有 沒有 哎呀 沒吃它 六個 我們等一下來進青蛙 進青蛙 進青蛙 那個Milk cake 它很硬耶 對啊 我以為會是那種QQ的那種 被我拔斷了 我們這樣不能三件客了 哦 我想嘗試它的衣服 青蛙看好了青蛙 翻掉了 Milk cake 幫你試吃了 好 第六三吃 這是羊奶片吧 說我牛奶風味片 騙我 它好甜喔 它很加熱乳 哦 有沒有可能台灣的羊奶片 牛奶片有一些歸性 你的乳成分要怎麼解開 只要奶片也叫乳 有可能 它很甜耶 我就吃到那個砂糖的那個沙沙味 加糖煉乳 瓜糊生乳砂糖 加糖脫脂煉乳 花糊脫脂煉乳砂糖 鮮煉乳砂糖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生理期來 心情很不爽的時候 吃的時候應該會很開心 這已經沒味道了 比較適合蚂蚁耶 對 超爆甜的東西 好好看那個 青蛙的 喔 青蛙變好酸喔 一定沒甜了 沒有甜了 但是很酸 它那個跟剛剛味道差很多 哦 我舌頭兩側 口水大量分泌 這個牛奶片還有一點是 它會捏牙齒 欸 那這樣青蛙就不行 青蛙超快捏牙齒 不會卡牙齒 它可以拿巴當棒棒糖 喔 你就狂甜這樣子 棒 怪怪的 怪怪的 沒有 你不要再慢講 1到5分 3 2 1 5分 我不行 我是不會買 我也會走 青蛙太浪的絲綁了 你選的 你選的 我選你 我覺得一方面是 它跟我想的差很多 因為我以為它是QQ的 對 然後結果它是硬的 然後它又是牛奶片 因為它寫牛奶風味片 就會讓我有種 小時候第一次知道 蟹肉風味棒不是蟹肉那種感覺一樣 因為我騙我 我吃那麼多 然後我騙我 它在加生煉乳跟砂糖 對啊 砂糖是風味啊 它命名沒有錯 對 如果我就覺得 不行就被騙了 那再來喝第三個飲料 登登登 莓果 再來先加水的步驟是對的 比較好控制 YES 是粉紅色的 加那個 10碗的那個粉 所以我覺得這個 鎖定再加 氣泡水應該是海鮮的 什麼感覺 好像真的跟IKEA的 有點像喔 可是它就是沒什麼氣泡 我覺得還行啊 我覺得莓果味還不錯啦 對啊 它真的是不酸 甜甜 對 3 2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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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3分6 我選4.5 是因為我本來就比較喜歡 莓果類的味道 就是一樣就是少了那個氣泡 就是明明就是氣泡飲 然後沒有氣泡 對啊 不能講是氣泡飲 對啊 我看莓果的話 我會印象是它應該要酸甜酸甜的 嗯 然後可是我覺得它就是單純甜 真的很像糖果味道 飲料的話 比起甜我會比較喜歡喝酸 所以我還是會選青莓 喔 它的香氣很像軟糖 不過我覺得喜歡吃甜的話 可以選這款啦 我覺得3個的那個酸甜度就是 青莓最酸 然後再來是莓果 最後是那個蜜柚 對所以我蜜柚給最低 就是因為我沒有很喜歡全甜 我是喜歡它的柚子的香氣 柚香還不錯 可是它比較像柚子的皮的香味 對對對 不是那種柚子茶 對柚子醬啊那種的 果醬的味道 大美玩 這個是香蕉年輪蛋糕 YA 它好像算心喔 可以試試 期待香蕉的人類 喔好香蕉喔 YA 香蕉大酥皮 一打開香蕉味道撲筆而來 對 我是因為不喜歡香蕉製品的人 我覺得吃起來就好像在吃香蕉 有一點 只是沒有那麼甜的香蕉 因為口味很紮實 閉著眼睛吃的話 真的很像在吃香蕉 應該不會那種脖脖的東西 對 然後就想說 這香蕉怎麼你這樣癢這麼久 後面有一點點微微的蛋糕味 喔蛋糕 它當然是香蕉會是這樣 蛋糕會是怎麼樣 然後1到5分 3 2 1 4.5 4.5 2.5為什麼 它是討厭香蕉 討厭香蕉製品啊 超級主觀 那如果換成香蕉愛好者的話 我會給4.5分 它香蕉味超足 我自己是給那麼高 是因為我吃很多香蕉製品的味道都是香筋味 我覺得那個什麼 給我 給我 它厲害 我覺得它這個是 這個味道比較OK的 對 比較是真正牛香蕉那種感覺的味道 這樣閉著眼睛吃 你會覺得你來吃香蕉 真的 其實非常紮實的香蕉 對 然後也沒有那個絲絲 可 那個香蕉旁邊那個一絲一絲 不用絲絲 這樣 下一個 真果可可風味夾心蛋卷 呀 看起來蠻好吃的 它蛋卷剛好有三個 剛好沒有新完 可憐 可憐啊 我真的拿雪茄喔 超厚雪茄 很沉 加上一下 它真的應該很多耶 它裡面是真果可可 哦 它裡面是有餡的 嗯 那個味道好重 它蛋卷好像有一層 有個焦焦的味道嗎 應該是可可 嗯 它應該沒有加太多糖 我猜是加那個 做甜點會放的那個黑巧克力粉 嗯 那個都沒有可可味這樣 它中間蒸果可可 它有蒸果可的耶 它中間只有醬汁 會給很多耶 它好像是十星的 這個 69塊 可以比較一下 你會選擇買 蒸果可可的蛋卷 還是吃 痛肉燒 剛好有三個 這個 應該會選這個 1到5分 3 2 1 3分 4分 4.5 你們難得 出的比我高 它的蛋卷 相比之下 沒有什麼甜度 我不喜歡甜的 所以我覺得OK 然後它的蒸果醬 比較像是金沙的半糖 嗯 就是非常剛好的 你說它真的是非常需要配 飲料的 很乾 很濃 可是它就是 蠻紮實的 又有蒸果 我自己是覺得 還好它的蛋卷皮 是沒有用太甜 因為它中間的醬很紮實 然後它又給超多 所以我吃一根會覺得很飽 欸真的 可是我覺得味道是好吃的 欸我會給 4.5 這麼高 主要是因為就是 四瘦的夾心蛋卷 我是沒有吃過就是 用料實在 然後又 就那麼好吃 我覺得因為我平常吃零食 就是不太喜歡吃那種很甜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很適合 給那種不太喜歡吃很甜的冷吃 因為它剛好糖就沒有那麼多 再來下一個 倒數第二個 那這個是青蛙想吃的 爽口顆粒糖梅子口味 它怎麼會挑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它就覺得就是 啊反正是我買 所以就 就選一些 選一些那個沒看過的 確實是真的沒看過欸 是 我喜歡的梅子口味 它有梅子喔 我好像在吃什麼 包皮包包的感覺 妳是那樣 妳是那樣 還紅色的 我覺得可以給分了 我覺得梅子分 我要等搖 然後後面很久就會有 然後1到5分 3 2 1 2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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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青蛙想吃 她會喜歡這個 她跟我很喜歡以前有一個那個糖果 我之前跟她拍那個萬聖節的時候有吃到 叫什麼酥呆子糖 的那種外層 的脆皮 起碼有來的話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2分1分 然後就感 5分 然後我們 蛤 我的感受是 你在吃什麼 因為它含下去它外皮是沒有味道的 然後你會咬開才會有那個梅子味 會感覺不像是能吃的東西 可以試啊 但是我個人還好 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 最後一個就是 鐵觀音巧克力 一樣是54% 然後分黑巧克力 再加白巧克力 然後鐵觀音可可粉 那就是紅茶粉換成鐵觀音粉嗎 欸應該是 喔 很鐵觀音 很鐵耶 比老鐵還要鐵 對老鐵 喔 我常喝茶類的 所以我很會喜歡 怎樣 我很喜歡喝天人冰茶的九一三 嗯 九一三超喔 它有點回甘 回甘的感覺 它那個跟紅玉差好多喔 這個味道超重的耶 對啊 我覺得這款很適合送給外國人耶 尤其他們很喜歡在台灣買茶的話 這個味道比較重 然後他們也沒有鐵觀音 而且我覺得它跟紅玉的差別 是它一吃就有鐵觀音的味道 那紅玉的話 你是要吃到後面的時候 它才會有那個紅茶的味道出來 對 而且它沒有像紅玉一樣 那個粉感很重 嗯嗯 它其實粉感大概少一半吧 3 2 1 4.5分 4.5 我給5 我自己感覺是很特別 然後沒有那麼喜歡的那個巧克力的膩感 因為它被鐵觀音的味道蓋掉 然後因為鐵觀音本來就不是一個太甜的味道 所以它味道也不會像紅玉那麼甜 有那個茶的香味 而且雖然它有寫說有加白巧克力 但是因為茶香的YP 吃起來那個白巧克力的味道沒有那麼重 就是跟紅玉比起來 但是它還是偏甜 如果一整塊直接吃下去還是滿甜的 對我來講 但我覺得它的那個茶香非常讚 真的很適合給那些喜歡茶類的 或是送給外國人的白巧克力 都非常適合 那你們都講完了 Yay 我要講嗎 好結束 那以上就是今天開的無意良品零食 很可惜這次沒有把年輪蛋糕全部都試過一遍 但是因為年輪蛋糕沒有全部買 所以我這次才有機會試到這些台灣限定的巧克力 然後試到了這個還不錯吃的鐵觀音 YES 但是氣泡飲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可以先看這個影片之後 再考慮說要不要買 可以看個人口味啦 如果喜歡偏酸的或是偏甜的 可以照我們的推薦去買這樣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Так IS 對 проб 我們下次見 有沒有 可以 有 一些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